南謀本師釋迦蒙佛 如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節南昭玉 我今見聞得授起 勉解如來真實意 這就是大家的佛 看課本255頁 三聖共法裡面講到聖佛 聲文的正果主要有所謂的四雙八倍 重點就在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出國二國三國四國前面都有一個出國項 二國項三國項四國項 所以一般叫做四雙八倍 四雙八倍重點在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有些分得更細 出國有幾種 二國有幾種 三國有幾種 阿羅漢有幾種 講得比較多一點 現在這裡就單單就所謂的四國來講 好 見此正法者 出名虛頭緩 三節斷無餘 無量生死其 這位先從出國來講 經常聽說一切賢慎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凡慎的分別在於有沒有得無弱法 有沒有正無違法 那麼其實就是有沒有見無我 有沒有見年輕 那麼我們常常說 這個生死輪迴的根本是我見 解脫的關鍵在無我 輪迴的根本是我見 那麼所謂解脫的關鍵就在於我 那麼誰正得無我 契惑無我 見到無我 誰就得見無我 那無我其實就是緣起 從緣起至無我 從無常至無我 從無自信裡面至到無我 那麼這個必須透過 我們說過定跟會 那麼去關照 就是波羅經常說的 我從文字波羅起關照波羅 那麼正實相波羅 那這種關照的波羅智慧 必須要有定最初最初 就是最少最少有味道一定 那麼這樣的一個力量 才有辦法引發無肉灰 那一旦引發無肉灰 正到無我 那麼他就是聖者 那麼一旦成為聖者 他就不會再退為反覆 雖然還有生死 但是不會再退為反覆 雖然有隔音之名 不會再退為反覆 不會再退為反覆 那麼主要 那麼在講這個聲文裡面 那麼劍法正出國 這個是凡聖的差別 就在這裡 那當然前面有說過 什麼是無我 那主要是 這個所謂的 對於這個武運 只取由我 那不管是長見還是斷見 不管我們說是 撒迦也見 還是古特且如我見 是自信見 那麼這一些斷見 長見 這一些都是我見 好 那麼我們來看 他現在講到 所謂的聖道聖果 堅持正法者出入虛口環 他的名字出國就叫做虛口環 再來敘述聖者正入的賜定 聖文聖的修行者正入聖果 一向分為四級 那多一點就分成所謂的四雙八倍 還有所謂的出國相 那現在主要 這個是只要還是以出國二國三國四國為主 觀元起法 那麼就是從元起裡面知道 無我 或是從無常裡面知道無我 那麼觀元起法 那麼無常 那麼元起法 因為是有因有緣世間體 它是生滅相的 有違法的特點就是有生有滅 生跟滅當中分詳細一點 叫做生住一滅 那麼既然有生有滅 一定就是什麼 一定就是無常 無常就是不斷在生滅 那麼講究竟一點叫做刹那刹那生滅 那從我們的生死來看 叫做一起生滅 那麼不斷在生滅當中 所以說觀這個元起法 無常 從無常入無我 從無我得解多 那麼這個就是三法院 諸賢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極限 從無常 從諸賢 一切有違法 無常裡面去看到什麼 去看到無我 從無我裡面得解多 入涅槃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三法院 諸賢無常 諸法無法 涅槃極限 所以從元起法的無常 無我 而泣入元起空極限 那麼這個就是體見正法 也叫做入法界 那麼出入正法的聖者 名虛陀環果 虛陀環是泛名譯為欲流過 入流 欲入勝流過 這個叫做欲入勝流 就是已經進入聖者的流類 就是進入凡 凡夫是一類 聖者是一類 那你從凡夫這一類 進入聖人這一類裡面 那出入他講 他說修行到此 契入了法性流 也就參與了聖者的流類 所以虛陀環果的正入 經中形容為見法 得法 知法 入法 有時候叫啟法 入法 深入於法 得禮無語 不由於他 就是自知自作證 那麼疑主要是對四弟 這樣的不清楚 不理解 所以出國斷三 也一個就是斷疑 那麼入政法律 得無所謂 一般是於政法律 心得無謂 就是已經確定了 無謂就是他非常的確信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現見的自覺的 於政法有了絕對的自信 所以叫做入政法律 得無所謂 就是對政法律 確定決定的自信 這樣就是這樣 沒有任何華語的空間 那麼出國的聖者 已斷了生死的根本 生死的根本 我們說就是我見 有我見有我愛 有我見有我所見 那麼都是從這樣來的 那麼有我見有我愛 就會產生直取 直取一切的境界 那麼直取一切的境界 以我見我愛為主的 這個來直取一切境界 那麼它就會產生所謂的煩惱 夜 就這樣不斷不斷循環 那麼生死都是這樣來的 所以他說我們生死最主要的煩惱 就是這個我見 那已經斷了生死的根本 照後代論詩的分析 就是到底 因為他這裡講到 斷了生死的根本 最主要的煩惱 那麼就是所謂的我見 那麼但是他這裡講到 他主要的煩惱有三類 就是出火到底斷的是什麼煩惱 他說照後代論詩的分析 那論詩都是解釋這些胡說的法 調理起來 就是把它分類 那麼次第來講 煩惱是非常多的 大體格氛圍兩類 叫做建道手段 那一般我們叫做見煩惱跟愛煩惱 簡單講叫做見愛煩惱跟愛煩惱 那如果這個案件裡面 簡單講就是無名跟貪安 無名為父 貪愛為母 而有眾生 這個是最簡單的說法 那也可以說見煩惱跟愛煩惱 那麼從這個論詩裡面來說 他就把它也是這樣分 但是就把它分做見道手段 跟修道手段 那見道手段就叫做見煩惱就是煩惱 修道手段就叫做修鍋 他說什麼叫做見道手段 是以智慧的體見法性而斷的那一部分 也稱為見煩惱 那修道手段是要從不斷的修習中 一分一分的斷除 也叫做修鍋 那麼這個出國手段的屬於見鍋 那這也包含極多的煩惱 論詩們稱為八十八貨 那這八十八貨是後來這些論詩 歸納總結的 那他把這個所謂的見貨 見貨有八十八十八貨 那麼氛圍 他主要氛圍 那麼三間 玉間 色間 無色間 我把煩惱分就三間 那這八十八貨裡面 主要是玉界的苦 極 滅 道 那苦地底下有無力 死 無頓 死 就十個了 那麼極 滅 道 那麼就是極地底下有所謂的 這個也是這個無力 死 無頓 死裡面 但是扣掉生劍 邊劍 邊劍 跟戒進取劍 剩下的七十 那滅 滅也是這樣 那道地 道地就是除掉生劍跟邊劍 邊劍 那其餘的八十 那加起來就是所謂的八十八 二十二十 然後還有色無色間 那麼只少掉這個稱 那麼其他的就跟玉界一樣 加起來有五十六十 那全部加起來就是八十八十 那這個其實也蠻複雜的 那就是我們看 如果看這個圖的話 那其實老實講也不容易明白 因為它要把煩惱分得比較多一點 那麼是不是一定都這樣分呢 其實也不一定 其實也不一定 那麼各個認識有各個不同的分法 那麼這種其實就是我們網路隨便找 都可以讀一張圖一張圖 可以讓你看 這個建謀有多少煩惱 失婚有多少煩惱 兇婚有多少煩惱 所以我們就不在這邊寫了 那這個其實 這個是論詩們認為 這個苦地底下斷多少煩惱 屈性底下斷多少煩惱 甚至在講到 只要是依據責論然後總結 甚至在講到所謂的 第幾星見到 第幾星見到 那你要知道這個 第幾星是一剎那 一剎那就好幾星了 五十幾星 六十幾星了 那麼你第幾星 第幾星 其實那個戲是很難信分的 但是論詩們在談到這個的時候 其實如果以我們現前的經驗來講 其實是理解這種戲 是不容易理解到這一塊 那論詩又有分 大聲的論詩跟小聲的論詩 我們這裡說的所謂的 導師引著所謂的八十八貨 那麼 貨是這個修貨八十一貨 就是這個見貨是八十八貨 那麼修貨是八十一貨這邊來說 這邊主要是據所論而說的 我們還是選一下好了 不然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們還想說不用寫 那麼見貨它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們說這種說法或這種看法 我們參考 但是我們也不想留答 因為有好幾種說法 如果是依大聖 如果依為世來講 那見貨就不只是八十八了 它有一百一十二個 那麼詩貨有十六個 加起來是一百一十八 所以說法就不太一樣 那各個部派認為的煩惱 其實到底人有多少煩惱 那都是什麼煩惱 那什麼時候斷什麼煩惱 有時候也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就是說 那人到底有幾種新手 因為煩惱就是新手 不好的新手 不善的新手 那麼這個其實也有很多種說法 那我們說的 老師贏的這個是比較 算是比較常見的 聚者論的說法來說 那它是怎樣 見貨 其實這個我們如果查 都可以查得到 那基本上它是分欲見 那麼色見 那分色見 就是分三間 那欲見的煩惱底下 它都一視地 叫做苦極滅道 大家講一下 苦極地底下 那苦極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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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苦極滅道底下 那主要的煩惱 有所謂的苦力死跟苦頓死 那苦力死跟苦頓死 那苦力死 那苦力死 你寫上面一個 是 武力跟武盾 武力就是五種斜劍 身劍 邊劍 斜劍 劍曲劍 借鏡曲劍 身邊斜劍劍 身劍 邊劍 斜劍 劍曲劍 劍 借鏡曲劍 基本上是這樣 武盾就是貪稱吃慢儀 貪 稱 吃 主要是這十種分 這個就十個了 極地底下 極地底下 就是這十個裡面 除掉身劍邊劍斜劍 除掉身劍邊劍斜劍 身劍邊劍 跟借鏡曲劍 借鏡曲劍 這三個 極地就七個 這裡是十個 古地是十個 極地就少了這三個 就是除 就是除 身邊 跟借鏡曲劍 這三個 這七個 那 就有這七個煩惱 滅地底下 那 滅地底下 也是這七個煩惱 一樣 那 道地底下 有八個 那八個是除了 它多一個 就是除 身劍跟邊劍 它有借鏡曲 除身邊 所以 異界的煩惱 總共有 這十五 二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那 那社界呢 那麼 社界 都一樣 少了一個稱而已 那社界 少稱 就除了少稱 簡單講 其他都 一樣 那 那 苦極滅到 都比較少稱 所以 苦少一個 都少一個稱 稱在這裡 那另外我們 如果去看其他的圖 那 也可以 但是 它會給你列出來 那我們這樣講 簡單 就是少一個稱 那 一個少一個稱 少一個稱 少一個稱 就少四個 那四個 這總共有三十二 三十二 就是什麼 二十八個 所以社界有二十八個 就少稱 苦極滅到 底下都少稱 所以它就有二十八個 苦極滅到 直接少稱 少一個稱 四地底下 各寫四地就好 四地下都少一個稱 所以就二十八個 那無色劍也是二十八個 也是這樣 所以 五十六 就八十八 就 二十八加二十八 加三十二 就八八十八 八十八十 它就是這樣算的 那 這個是 所謂的 建波 這樣是 稍微我們就比較知道 就是社會設計的都是 它都是 以苦其滅道來講 苦地底下 情地底下 密地底下 道地底下 好 那論師們稱為 八十八個 不過你看阿安靜 你知道 沒有特別得到這些 那但是論裡面 尤其是聚捨論裡面 那聚捨論其實也是總結 就是論師說的 但是其實我們就要講說 論其實有好幾種說法 那大聖 他就講 建禍有一百 就文師就講 建禍有一百一十二個 好 他說佛經中 佛在經中 特別是在阿安靜中 總是重點的時候 斷三節 主要就是三節 就是聖劍 戒進取劍跟儀 那麼聖劍就是我劍 所以他這裡講 我劍劍 戒進取劍 儀劍 就是斷三節 那我們講 聖劍戒進取劍跟儀 三節 徹果 出果是徹底的斷了 無有絲毫的聖劍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這個三果 三節 出果斷三節 我們不管這一部分 這部分稍微複雜一點 一 佛在阿安靜裡面說 出果斷三節 生劍 生劍 借進取劍 那麼借進取劍主要是非因基因非果祭果 因為重點是斷三節 重點是斷三節 重點是斷三節 但是怎麼樣能斷三節 基本上前提是要先要斷這兩個 那麼儀式對四地有儀 對緣起四地有儀 苦極虐道 有儀 那麼儀式對四地 四地主要是有因有儀四間級 跟有因有儀四間級 所以就是對緣起四地有儀 有因有儀四間級 也在那一邊 有儀 有儀儀四間級 好 有儀儀四間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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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因有缘世间极 这个有因有缘世间极就是苦跟极 因为这个世间就是五亿世间苦 有因有缘世间极 有因有缘世间极就是道跟灭苦极灭道 灭道 这个是生死流转的 凡夫生死流转 这个是圣人解脱还灭死 这个是生死流转的引起 这个是涅槃还灭的引起 涅就是涅槃 涅槃还灭 无以灭则洗灭 洗灭则世灭 是讲这个 这个彼此有什么关联呢 当然有关联 这个非因寄因 非果寄果 这人好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其实根本是这个 生见就是我见 生见就是我见 这个生就是五云生 五云生 五曲云生 那么生见基本上就是 暗暗经里面讲 是我义我义我相灾 主要有这三种 以五云 设 受 受 想 行 是 那么 你依这个生 这个生是五云 五云是受受想行事 那么受受想行事 里面 是我义我相灾 认为受就是我 或是受就是我 或是受之外有一个我 义我 那么受之外有一个我 或是这些五云之外 另外有一个我 相灾 相灾是 受中有我 我中有受 就五云中有我 我在五云中 五云在我中 那是这样 那么五云在我中 我们就讲社 社中有我 或是我中有社 那 主要是断这个生见 断生见 就决定 断生见 就决定出国 那问题是 怎么断这个生见 断生见 一定是 也一起断这两个见 那也可以说 你要先断 借俊奇跟断乙 你才有可能断生见 你如果没有断 借俊奇跟乙 你可能断不了生见 那么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先来看 借俊奇跟乙 叫做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先来讲非因既因 就是 他不是解脱的因 你却认为这个是解脱的因 比如来讲 比如说 你波罗门 波罗门 波罗门认为 放我 你见到这个放我 亲近的自信 放我 就是解脱了 那实际上不没有解脱 但是他们认为是解脱的 那也因为 你 你把 这样并没有解脱 你就认为是解脱 所以你就永远得不到解脱 为什么 你就以为到了 就这样就解脱了 其实没有解脱 那比如说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非果既果的部分 非因既因是像奇纳教 或是像 我们说六世卫大名的尼剑子 他认为 我这样修就可以解脱 比如说 我一直修古邪 一直修古邪 那么我就能解脱了 那这个叫做非因 就是 这样不是解脱的因 非解脱因 我们叫 累结苦行 非解脱因 就是 你这样的行为 并不能导致解脱 你却认为 这样的行为 可以导致解脱 那么这一种 这一种事件很多是这样 比如说 你要灭罪 你认为恨恨之慎水 你用水来洗一洗 醉就灭了 你灭咒 那个解脱咒 比如说 你认为这样念就可以解脱 就有点像 我们认为 往生被盖了 就可以往生一样 那么 这个就是非因既因 就是 你这样做 其实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因底下就是果 就是 这种因不能导致这种果 你却认为这样的因 就可以得到那样的果 所以叫做非因既因 所以叫做非因既因 那么这个很普遍 在佛教界 在宗教界都很普遍 就是 比如说 你贴个福 你就可以放小人 你前面 你前面 种个桂花树 你就可以赢贵人 那些像这种 那房子一旦攻殿 那么 就会召来好运 这种种 那些 这些叫做非因既因 那都是属于迷信的部分 那 这个 就是 你这样做 并不能解脱 但是你却认为 这样做可以解脱 也因为 你一直 比如说苦行是最典型的 一直受苦 一直受苦 苦行就解脱了 那实际上 你就是受苦而死 你都不能解脱 那么 这一点 你没有先去掉 非因既因 你就一直在做错误的事情 那 以为 我这个就是修行 比如说 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就是修行 其实不是 这样 还不叫做修行 修行 重点是修心 修心最主要就是 要把那个直取 对我的直取去掉 要解脱的 那你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归纳到这边来 你一直在做表面的事 一直在做无意义的事 一直在不能解脱的事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得解脱 所以像说 你走路一样 你走的都不是正确的路 你走错路 那么 你怎么走都不会走到目的地 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是非因既因 那非果既果就是 你现在所得到的境界 并不是解脱 你现在所得到的境界 就是你所修行 所莫得的境界 并不就是修行的最终目的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走到 基本上是得少为主 或是真上漫 真上漫就是非正严正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 这个比较是像 一开始佛陀先去掉 这个非果既果 我们看释迦佛的经历 就知道了 释迦佛 释迦佛最初从 王公出来 先去修什么 修禅殿 那跟两个老师学 辟舍黎跟王舍神里面 跟踏佛阿罗罗加兰 学什么 学禅殿 那当时认为 最高的两种殿 一个叫做无所有数殿 有的时候无想殿 那我们就一般的说法 无所有数殿 跟非想非想 那么当时认为 这样 无所有数殿 就是解脱了 就是涅槃了 那么释迦佛认为 不是 所以他再去修 非想非非想 那么也认为 你已经得到涅槃了 那其实不是 所以他才怎么样 那么如果他 如果他当时认为 这个就是涅槃 那他就在涅槃中 然后就一直等到 往生 等到死了之后 其实也没有入涅槃 那么这个就是非国计国 你并没有正而解脱 但多数人会认为 这个就是解脱 所以 外道有所谓的 四种陷阀涅槃 四种陷阀涅槃 他会认为 口鼻边 四五边 无所有非想 他认为 这个就是涅槃 那你一旦认为 这个是涅槃 你就会住在涅槃当中 你就在这个境界里面 觉得 我这个就是涅槃了 所以你已经正得了涅槃 你就会认为 你已经正得了涅槃 那已经正得了涅槃 你就不会再怎么样 不会再修 所作与断 那其实还没有 所以这个非国计国 释迦佛第一次 第一年修 从完工出来修 定 修定 你如果没有 没有清楚 再断这个火箭 或是你 你 你 你没有涅槃 你以为涅槃 你没有解脱 你认为你得解脱 那么 你就没有办法 再真正朝向解脱 所以这个要先去掉 然后他后来又去修什么 后来又去修苦行 那苦行就是非因基因 就是你就这样一修 修到你死了你就解脱了 因为涅槃苦就槃了 先受苦 苦槃 涅槃就槃 涅槃 生死就槃 那其实这个是非因基因 所以我们从释迦佛的经验里面来看 他先断的就是这个 借鉴取鉴 那借鉴取鉴之后 他这个就耗贵他六年的时间了 六年的时间 然后他去普迪路加思维 这个世间 他见到元起 所以他就是见元起 见元起之后才怎么样 才断身见 他观察这个世间 然后有意有意 然后再想 无影远行 行远事 就这样 就观察这个世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因为现在我们可见的就是 人有生老病死 释迦佛为什么出家 他不就是由四重门看到 老 病 死 跟沙门 有老 有病 有死 所以阿含经里面讲 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老病死 我们生已经是现全的事实 老病死是未来必定会有的 为什么 看所有的人都有经过老病死 就知道了 那生 我们现在就生了 所以加起来就是生老病死 那这生老病死的 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生 生死流转 那生死流转里面 他就发现 到底为什么人会生死流转 想这些事情 所以慢慢发现 其实就是有业 有烦恼 烦恼 业 果 苦 这个世间就是五应生 五应生就是纯大苦惧 这个就是苦 十二元起 无名行事 四名社就出说 爱取有生老病死 悠悲苦难 这个五应生就是纯大苦惧 纯大苦惧 悠悲苦难 都在这里 所以有因有缘是间止 它就是苦跟止 苦一定有苦的因 那么先了解它是苦的 它生死流转是一种苦 那么苦一定有苦因 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 什么原因形成这样的生命 什么原因让生命会不断的受苦 会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轮回不已 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机 不知道苦的根本在哪里 为什么会受苦 不知道要苦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这个是多数人的现象 我们一出生就慢慢长大 后来知道人的生死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解决 反正这个大家都这样 所以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生命不断的在流远 那么要找到那个原因 那就是急 那急是什么 急当然就是你的爱取 原因找到根本就是什么 业 业从哪里来 从烦恼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生间 我见 对五蕴的直取 对五蕴的直取 我们说这个就是我见我爱 有我见有我爱 有我爱 直取一切的境界 那么产生种种的业 这些业成熟了就受光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四孝佛在普及树下 观察到 那么所有生死流转 苦 苦因 那么你已经知道生死怎么流转 那怎么样解决这种生死 就是道跟灭 这个道就是灭苦之道 这个灭就是灭盘 所以解决掉了这个急 急就是凡然 那么苦因 真正的 真正生死沦违的苦因 就是这个苦因 所以你要观照 以种种的方法 这些方法后来 佛陀对佛弟子讲种种的方法 我们就把它认成三十七道比 就是后来的论诗 就是把他归类 就是三十七道比 那主要是八正道 一八正道路面 正见正思维 正理正见正念 正念正定正经 正经经正念正定 那么有意有言四肩面 那么就是简单讲 你没有错误的方法跟观念 你没有非因基因非果系果 你有正确的观念跟方法 你虽然没有错误 你也不一定有正确 就是你吃药 没有吃错药 但是你也不一定吃对药 那这个是你吃错药了 你就永远不会好 那你没有吃错药 但是你现在 你知道你的病怎么来的 也知道你病是怎么形成的 但现在还找不到药 可以治你这种病 那这种是 你都不知道你的病怎么来的 你就 比如说以前 就生病了 像我们小时候也有 生病了 然后以前医药也没那么发达 然后就去庙里面 拿那个香灰 拿那个壶 我都吃过好几张壶 妈妈拿来画一画画 然后就喝进去 我就这个喝 能喝吗 都可以喝 那就喝了 搅水搅一搅 就喝进去 吃香灰 吃壶水 我都喝过 那么我们认为这样就能够治病了 那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就是非因基因 非因基因 那么就是你错误的方法 错误的方法要先去掉 要不然你一直依错误的方法 你怎么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不可能 那么这个不是正确的结果 你也要先认清楚 要不然你这样修到 这个根本就还没到目的地 刚到台中而已 你就以为到台北了 你就留在台中了 你就永远待不住台北 那这个就是非果系果 那所以 这个错误的方法要先去除 然后要有正确的观念跟方法 要知道苦 苦因是怎么来的 要知道怎么解决这个苦 那么 那么这个 所以要 以就是对四弟没有怀疑 那也就是对缘起没有怀疑 所以见缘起即见法 那么当你知道 有因有缘世间主 就是五印身心到底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 第一个要先知道 五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是五印 就是我们的身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五印是什么 色是什么 瘦是什么 想是什么 形是什么 这是当时比较普遍的说法 那当然还有六处 还有六界的不同的说法 那这五印 色瘦想形是怎么来的 什么是色 这个身体是怎么形成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 那这个身体里面包含身跟心 那心所是怎么来的 我们会有烦恼 烦恼是怎么来的 我们会造业 怎么样起烦恼造业的 这个过程你要知道 你知道了你就好怎么样 好去控制 好去预防 好去断除 你知道 重点 这么烦恼那么多 重点在预贪 贪爱 贪爱的后面是 由我剑推动的 所以由我剑就由我爱 那这个贪爱你要去控制它 调扶它 超越它 断除它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你先要 重点是要先断这个读 然后要断这个语 断这个语就是建立正确的 正确的修行观念 跟修行方法 建立正确的修行观念 跟运用正确的修行次第 修行方法 那么才能够得到几波 那么这样你才能断身见 断了身见 你就是正出国 所以这三个其实是 如果像释迦佛也是这样 先断这个 先没有错误的修行观念 跟修行方法 然后有正确的修行观念 跟修行方法 那么医的这个正确的修行观念 跟修行方法 断这个根本 因为你知道根本是什么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那怎么断除 就是你知道 你是为什么生病的 要怎么样去除这个病 那你都不晓得 这个是什么病 那你就乱吃药 那么你怎么吃也吃不会好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那种病 是好像 你的病是细菌造成的 那你一直去求神拜佛 那也不会好 那所以这个三 出国断三节 这个是根本 谁断了身见 谁就正出国 但是要正出国之前 要先断这两个 你没有断这两个 你正不了出国 你断不了身见 你非印记忆 你不可能断 断身见 你非国弃国 你也不可能断身见 你对缘起不理解 那么不晓得 不晓得苦因在哪里 不晓得苦果是什么 不晓得灭苦之道是什么 你就不可能有灭 灭这个根本的这个身见 你不可能 所以出国断三节 它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主要是这个 但是一开始 一定要先断这个 然后要断这个 成就这个 然后才可能正入圣道 那这一部分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赤兵 就是错误的方法 他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 就算我们学佛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一直以为 只要我们好好送亲 佛菩萨就会保佑我们 不是的 不是这样子的 那念佛 不知道为什么念佛 持戒不知道为什么持戒 不知道他的作用在哪里 不知道念佛的功用是什么 不知道布施 为什么要布施 布施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说你 包括你色色想行事 你都要明白 那么什么是色 什么是瘦 什么是想 什么是行 什么是事 它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 因为你了解 你才好处理 那就好像病相 你这个病是什么病 什么病相 有什么症状 急于什么原因 又用什么药 那么这些你都要清楚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三结的部分 那我们大概知道 那么出国就是断三结 他说 结是幸福生死的意思 就是生死结 就是你绑住你 那你不得解脱的 像我们被绑着 就没有办法移动 不能自由 那么所以断了三结 也是解开了生死的死结 我贱是自我的望主 我贱是自我的望主 望直 为生死的根本 所以我们常常说 生死的根本是我贱 解脱的关键就是无我 断了我贱 就决定得解脱 那么从我贱而来的是我所贱 那么从我贱就有我所贱 所以我我所 如果你以色为我 受想行事就是我所 如果你以色为我 色想行事就是我所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所以 从我所贱就从我贱 那从我贱还会生出我爱 因为我贱就会因为有直取 那么你以我为主的核心 你就会保护我 巩固我 直取这个我 所以 这个叫做我爱 所以有我贱一定有我爱 有我爱 背后一定是我贱 我贱所生起的 那么我贱一定会生起我爱 所以我贱跟我爱 所以叫做无敏为父 无敏就是不知乎我 有我贱 无敏为父 贪爱为武 而有众生 而有轮回来 而有众生的生死 所以 从我贱而来的是我所贱 那么断 断见 长见 低见 异见 有见 无见 那这个我们上次有讲 在237页 我们可以上一下 讲到无我的时候 有讲到这里 就是八部中道这里 237页这里 236 这里 这里讲到三十七 这里讲到这种 佛地子不走 惨我 不若断惨 亦亦有无 那就是从234开始 那么不一不一 230页这里 讲不一不一 然后235页 讲不惨不断 然后这里 都有所谓的 然后230页 有讲到生命 就是前面这边 其实就讲八 八部中道 就是生命在 一样 在227 218这边 生命 生命 一一 残断 好 就前面 好 我们再翻 翻回来 所以他这里说到 这个断见 长见 一见 异见 有见 无见 我见断了 这一切也都断了 因为不管你是 一意 长断 有无 生命 这些都是从我见而来 都是从我见而来 那么你当你把 这个生见 我见断掉 就没有这一切 就好像说 你说这个人 这个人是 长的短的 远的 方的 胖的 瘦的 好的 不好的 当那个人 你知道他是虚幻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 就没有什么长短方言 那么青黄四白这些 没有这些 那么一切也都断了 戒禁是无意义的 外道的戒行 这里开始讲 就是 我们讲 非因 非国 忌国 这些部分 他没有意义的 外道的戒禁群 戒禁群 他认为 这样做 这样 因为他是一种修行方式 他认为这样的修行 就能得解脱 其实这样的修行 不能得解脱 最典型我们说 就是苦行外道 苦行有非常多的苦行 我们来看 他说外道的 他说这个是无意义的 外道的戒行 见到了真理 不会再以为 外道的宗教行为 是可以得解脱的 这是因 你不会认为 你这样做能得比 就好像 你不会认为 你到很久里面洗一洗 最容易要 那个不是因 那你也不会认为 我做个什么法 那么我的这个福报 就会增加 不是 如果你要像很多人 很多人厌共亡共 那认为 只要共养这些神 那么这些神就赐给你福报 这些其实也是非因其因 福报绝对不是从供养天神 甚至是供养佛陀 是从什么样 当然你供养佛也有福报 但是最主要是从 你能够利益众生 利他的心来 你要利益众生 即使你供养佛陀 也是因为佛陀能够利益众生 值得尊谢 他能够利益很多众生 你是这样的心 那所以 他说不会以为 外道的宗教行为 可以得到解脱 不会再直取他 也就不会再去学习他 因为你不会去做这些 没有利益的事 不能解脱 你却认为解脱 你一辈子做这些 你就一辈子不能够解脱 你一辈子以他为修行 你就一直在 一直在这个错误当中 你怎么可能得解脱呢 就是你有错误的观念 然后有错误的方法 你不可能等到正确的结果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讲 错误的观念 形成偏差的行为 那么造成痛苦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生死沦闻 那你没有 你没有先纠正错误的观念 你就一直没有办法 有正确的行为 就是一直是偏差的 那这种偏差的行为 导致你不能得到 真正的好的结果 其实是这样来的 那么外道的借尽极多 浅些的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 就是不吃烟抹食 就是生死 都是生死的 那么不替法 就要法都不能替 守根生 守根生这个是 中国人才有的 道教里面的 也有这一部分的 那么印度不晓得 他是 因为道教说 人身上有所谓的三思丛 人寄人过失 每逢根生日 十丑云毛 尘是五位神有虚海 那么这个生 根是甲乙丙丁 物己根心人鬼 这个根 天干地之 甲子 那么这样配 这样配 这样配到根生日的时候 那么他说 他说这个三思丛 人身上有三思丛 那么这三思丛 每次等到 这三思丛都会寄人 造什么恶业 造什么恶业 有什么过失 他会把它寄起来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人生下来就带 有那种 有两个神 专门一个负责寄你的善邪 一个负责寄你的恶邪 那中国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每一家都有造神 造神每年固定的日子 就是年中那个时候 或是年初那个时候 都会到天上 禀报玉皇大廳 这一家人造什么恶业 造什么善业 玉皇大廳会根治这个造神的禀报 那么事与这家人 灾难还是幸福 反正有很多种说法 那不同的说法就有不同的对峙 造神这个就是 我们就要做好吃的东西 甜点给造神吃的甜点 然后去讲好话 那么如果是守根生这个 如果是这个三思虫 他说有三思虫 三思虫是这样 三思虫 就身体上 有三条魂这样 列相这样有三思虫 那这三思虫会寄人的过失 你讲过什么不好的话 做过什么不好的事 他说把你记起来 记起来他等到更生日的时候 而且要等到人睡觉的时候 就是更生日这一天 那人睡觉的时候 就把这个过失去禀报什么 禀报玉皇大廳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造神去禀报 然后所以 所以因为三思神都等到更生日人睡觉的时候 去禀报这个人做过些什么不好 所以这一天不可以睡觉 要守根生 要守睡 守根生 不睡觉 他就不会去禀报了 因为你都不睡觉 因为他要等你睡的时候 他才去 身上的这些 等你睡的时候 他才趁着你睡觉去禀报 那你就不要睡 所以叫做守根生 那这个也是很离谱的一件事 但是很多就是有人相信 很多很离谱的事都有人相信 那像我们忍识了 为什么要稍酷钱 扣钱 那个这是因为 以前有人编了一本经 然后他说 我们来投胎 都是跟天上的银行借钱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缓 你不缓的话 那么你下辈子投胎 一定投胎到不好的地方 穷困不好 那最好你活着的时候就还 那么最 就是如果没有 那么死的时候一定要还 要把这些钱 那你到底欠多少钱 要查你的深层实量 每一个人欠的钱不一样 那一定都要还 但是你都会还多一点 所以要死的时候 这些子孙怕没有还到 然后还不够 就会烧酷钱 就烧很多 然后就还天上的 天上的这些银行 所以后来就被酷钱 要入库嘛 要入天上的那种 那种 那种钱库 所以后来就要酷钱 所以死了都要 子孙都要买很多库钱 他有兑换率 这一万块都要换多少钱 我们这边的一万 现在我不晓得 以前就是一万换一百万的样子 然后就是你烧一百万 然后就是你一万块 那些这样 不晓得了 就是现在不晓得 然后就是 现在还有人在烧 但是很多佛教徒 基本上不烧这个东西 不过佛教徒后来烧往生前 还不是一样 烧莲花烧往生前 这个都是明信 没有这种东西 但是很多人会信 很多人信 那这个都是无意义的 那手跟生也是这样 这个是到家的 那好 我们先下课 等一下休息